我們再講一個這個鏡頭 你看這邊 有沒有叫鏡頭 事實上如果老師以前有用過Flash Flash它的缺點就是沒有鏡頭 就是我們講的攝影機 像剛剛早上還有位老師對Aflate Flake這套Adobe的有興趣 像我在學校會上那一個課程 因為它就有3D攝影鏡頭的概念 它使用上就相對更靈活一點 那這個鏡頭呢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樣動畫一進來 你會發現它預設就有一個鏡頭 有沒有 這叫末式的鏡頭就是預設的 你今天如果同一個場景 我在這裡可不可以輪音一點 可以喔 你看我按這個加號 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添加鏡頭 好按一下 現在呢你看看 在它的這個 左右兩邊 在這裡 就是我現在點到這個鏡頭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 鏡頭看到範圍 這個 我現在點到它對不對 鏡頭一 所以你如果 我剛剛比較大 我現在呢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讓它聚焦在這邊 好現在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在這邊 有沒有鏡頭拉鏡 有沒有 這樣子是同一個場景 我們有拉鏡的鏡頭 有正常的鏡頭 甚至你要遠的鏡頭都可以 對吧 我同一個場景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加 那如果呢 你要把它聚焦在它講話這邊 我就再加一個 看你是要鏡頭一的 還是這個 都可以 我現在就跟鏡頭一樣 好 大小一樣 好 點到它 有沒有這樣亮起來了 我就把它平移過來 我把焦點聚焦在 這個人的講話上 好現在我們再看一下囉 好一開始這樣 然後拉鏡 好講完了 有沒有拉過來 這樣子就 同一顆鏡頭 可是我有什麼 遠鏡的變化 那這樣子你在同一個 Slide裡面 就同影片裡面做 這樣就OK 這樣又有不同的效果 那你 轉到後面去 是不是就可以 對不對 這樣OK嗎 所以 雖然你現在看到這些 看起來 效果都還不錯 可是有沒有花很多時間學 沒有 真的很快 現在的軟體就是這樣 越複雜的 會的人越少 越簡單的 可是 工具又越來越方便 好那我們就先 休息一下 OK